好来看到由花莲县体育会健美健身委员会主办的 乐活杯全国健美健身锦标赛 周日在花莲市中华国小登场 也吸引了许多高手来参赛 比赛分成七项的组别 并且也提供了奖金来奖励 也首次诞生了花莲健美先生 花莲比基尼小姐 希望鼓励更多花莲健身男女在舞台展现最棒的体态 周末两天在花莲市中华国小 聚集众多体态精实有成的男女 继一二年度全国大专精英赛 继亚洲杯健美健身锦标赛国家选手选拔结束后 九日周日下午紧接着登场的是乐活杯 全国健美健身锦标赛 为了鼓励涉及花莲男女参赛 特别订出花莲健美先生 花莲比基尼小姐组别 另外还有全国原住民健美先生 我们这一次乐活杯在花莲举办 特别感谢我们县长徐正伟 还有全国健美健身协会的支持 然后我们这次乐活杯在花莲 是第一次举办 然后举办得非常盛大 然后选手跟观众都非常的多 然后这次我们健美赛是办得很成功 然后在外面也有举办一个市集活动 然后市集活动也有两三个活动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多方连结 让健美健身可以有更多人知道 现场同时有花莲家庭教育中心 花莲县体育会等单位筹办的潇洒大力市集 亲子活动故事馆以及健康趣味体验区等摊位 让相亲看比赛有吃有玩又有好康拿 我们乐活杯这一次也特别增设了 除了以往四个传统项目 还有增设了花莲先生花莲小姐 也还有那个很特别的一个项目就是全国原住民健美先生的这个项目 我们希望可以推广更多原民朋友 不管是宜花东或是全国在地的 他们可以一同参与这个健美健身健康的一个活动 像我们在九月份的太平洋杯 我们现在是有规划要以国际水准 这是我们中央最高的水平去办在 预计在花莲的小巨蛋 然后请选手可以拭目以待 最后花莲健美先生原住民先生 由胡志轩艺人获得两项殊荣 花莲比基尼小姐则由魏佳珍获得 夏江中原表示 预计今年下半年还有大型太平洋系列全国赛事 期盼借此鼓励花莲健身及爱好运动的乡亲 能有更多管道成立健身赛事 一起勇敢在舞台上展现丽与美的体态 记者长邦彦华女士报导 点赞订阅